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讲广说等位见言的时候 广说等位见言的时候 前面我们已经分了十二种心 然后又分了八种阶段 在八个时候 由十二种心是如何方式来产生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十二种心里面的前面的十种心 也就是说是一界的四心和色界无色界的各三心 这样十种心作为等位见言生多少心 其他的心作等位见言 生起十种心的时候有哪些心 这个问题昨天前面已经分析了 今天也就是说有学道和无学道的无路心 有学道无路心作为等位见言 后面产生多少个心 其他的心作为等位见言 就是生有学道和无学道的无路心 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产生 所以今天就讲这个问题 下面颂词里面就这样讲的 有学道者心 有学道者心四心生 彼中产生五种心 无学道无心中产生 彼中产生四种心 他这里有学道的心 就是四个心里面可以产生的 然后这个有学道的心 就是作为等位见言 就是他可以产生五种心 就是五种心 然后这个无学道 就是通过五种心里面 就是可以产生的 然后这个无学道的心 就是作为等位见言 就是他可以产生四种心 就是在颂词里面的意思 就是讲这个有学道和无学道之间 他的这个心 就是作为等位见言的原因讲的 下面说 有学道心有四种心产生 即使入定是三界的三种加心三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入定的时候 就是三种 因为无学道呢 就是他的这个心 无学道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从那个 就是 也就是说是 预留过道 依赖过不赖过 就是全部是有学道 就是那么有学道的 这个无路的这些心呢 就是射界当中也有 这个无射界当中也有 欲界当中也有 他们呢 在这个入定的时候 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先前这个 这个无学道的这个心 就是有学道的心 比如说欲界这个身份的 这个众生呢 他就是入业定以后呢 就是先前这个 遇留过 或者依赖过不赖过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依靠欲界的这种加性三 然后这个射界也是同样的 无射界也是同样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无射界 有学道的这个心呢 就是三界的 这个三种加性的这个三呢 就是可以产生的 然后这个相续的时候呢 就是有学道 他自己本身就是作为因 就是有学道的这个心呢 就是作为因 然后呢 就是他产生第二刹那的 这个有学道的心 就是这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这里同地是没有的 就是同地是呢 因为同地是的心呢 就是全部是包括在这个三界的 就是也就是说是 包括在这个三界当中 就是他有这个 比如说有这个余界的这个心呢 就是产生余界的心的话呢 那么他后面的这个心呢 就是如果是属于有学道的无路心的话呢 他不属于三界的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无路呢 就是不属于三界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有学道的这个心呢 就是可以产生就是他自己本身 然后其他的这个出化心事 入化心事等等 就是依靠这些心呢 就是不能就是先前那个有学道的心 因此在整个三界的心当中呢 只有三只有四个心 就只有四个心呢 就是才可以先前这个有学道的心 就是这是有学道讲 然后从反过来讲 就是就是下面就是这个 必种产生五种心吧 有学道的心呢 作为动物前缘 就是他可以产生五种心 就是怎么这个可以产生五种心呢 有学道心中 产生五心呢 即出定时遇见的二这个善心 就是他出定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出定的时候 比如说有学道的这个 无来过 依赖过呢 就是他在这个出定的时候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先前 就是遇见的这种 这个居生三也可以 加兴三也可以就是先前的 但是这个居生三和加兴三呢 就是分为一个三星吧 就是他没有这个分的 然后在上面加上呢 就是上二阶上两阶的这个加兴三 这样的话是 于五色阶和色阶的这个加兴三 就是在出定的时候也可以这个显现 然后这个相续的时候呢 就是有学道的心就是作为因 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先前就是 第二刹那的这个有学道的心 就是他自己本身 入定的时候呢就是有学道金刚钉 莫及无间生起无学灭境之 就是他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最后这无来过的 就是最后这个入金刚钉 入金刚钉的时候呢 就是他在这个入这种钉以后呢 就是在这个后面就是等无间院 也就是说这个做等无间院 马上就生起这个无学道的这个灭境之 无学的阿罗汉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呢 就是可以这个生起来 这这样的话呢 有学道呢就是作为 有学道的心作为因 然后它可以这个产生这个五种 就是五种这个心 就是真这个心当中的话呢 就是也包括这个无路的这种 无学道的这个心 都是可以这个作为它的因 因此一般来讲 那个就是我们成情宝珠论当中 也以前引用过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有始终呢就是认为 这个比如说佛陀的这种智慧呢 就是应该是依靠这个因缘而产生的 就是因和缘而产生的 佛陀的这个无二指 也就是说灭境之 灭境之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最后阿罗汉也好 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也好 它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 如金刚钉的魔位就是可以产生的 因此他们这个佛陀为什么是认为 就是他在这个 应和缘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这个 这个依靠应和缘呢 就是可以先前这个 无为法 就是他灭境之呢 本来都是他是这个 决策灭 就是是一种无为法 但是他呢通过这个 游学道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因缘呢 就是可以这个先前 就是可以先前 因此这个跟达成的这个说法呢 有点不同 就是达成呢就是 他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应和果 就是达成呢就是 能前所前 就是大圆满心心修习当中也讲了 就是达成呢就是 把这个外面的障碍遣除以后呢 就是把这个自然本质 也就是说是 佛的这个如所有之和今所有之 自然显现也 并不成为是这个因和果 但是小乘呢认为 这个佛陀的这种 佛陀的无二智慧也好 阿罗汉的无二智慧也好 他的这个前面的因是什么呢 他的前面的因呢 就是游学道的这个智慧 就是游学道的这个智慧呢 他作为因就 然后呢就是先前那个 呃 无路的这种这个智慧啊 就是无路的这种 也就是说 无学道的无路的智慧 就是他这里也是 作为这个当无奸原吧 就是游学道的金刚钉呢 就是作为这个当无奸原 按照有部众认为的话呢 就是这个金刚钉也是属于在这个游学道当中 就作前天法王如意宝也讲了 就是先各教派当中呢 就是如金刚钉呢 就是有些人为是他是这个所谓游学道的 有些人为是他是属于无学道的 但是在一般来说 按照这个局势论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如金刚钉呢 应该是这个属于是游学道 就是他在这个游学道的这个金刚钉呢 就是能摧毁这个游学道的所有的这些烦恼 这个细微的这些烦恼 当然小乘呢 就是没有这个所知章的这种名词 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只有烦恼章和非无名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 非无名和这个烦恼 就是非烦恼的这个无名吧 就是这样的无名 那么这样的这个无名呢 就是由如金刚钉来摧毁 就是最后呢 就是先前这个无学道秘境持 这是那个讲这个游学道就是作为这个动物监缘 和其他作为动物监缘产生 那么这个游学道的这个心呢 就已经讲了 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无学道心 有无形神 就是那么这个无学道 阿罗汉的这个心 阿罗汉的这种智慧呢 就是通过无中心可以产生 即入定是三界的加行三 就是这个一样的 就是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不管是这个色界 无色界 欲界也好 就是这个众生入了定以后呢 在他的这个身份上呢 就是可以先前这个阿罗汉国位 因此呢就是在这个无色界呢 就是也有这个先前阿罗汉国位啊 就是先获得阿罗汉国位的 色界肯定有的 瑜界呢就是肯定有的 那么这三界都是有通过入定 那么先前这个阿罗汉国位 也是没有入定的话呢 就是不能的 就是他在入定过程当中 就是才会这个先前的 然而游学道金刚钉形 就是他呢 游学道的这个金刚钉呢 就是刚才前面也讲了 就是作为因就是也先前这个无学道的形 还有相续是呢 就是无学道就是他自己 比如说第一刹那间 已经获得了这个无学道的无路智慧 然后第二刹那间呢 就是继续这个产生 这个无学道的这个智慧 就是无学道的这种心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通过这个无中心 就是产生这个无学道的这个无路心 然后这个无学道的无路心当中呢 就是可以产生四种心 就是无学道心中产生四心 即出顶是三界中的余界的二三行 就是在这个出顶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一个阿罗汉呢 就是他在这个出顶的时候呢 三界当中的这个三界当中呢 就是余界的这个加星山和聚神山上面 就是可以这个先前 就是他在这个出顶的时候呢 就是聚神山和那个可以这个出现 然后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时候 加星山呢就是可以这个出现 就是在这个他在出顶的时候 就是入顶的时候肯定不行的 但这个出顶的时候呢 就是这两种三心呢 就是也可以引发 然后这个相续时候 无学道他自己呢 就是继续这个产生 无学道他自己的这个心本身 就是也可以产生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无学道的心呢 就是作为因 然后他可以出现这个 就是四种心 就是出现这个四种心 所以他这里呢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 现广传论当中 心和智慧方面也分的 密宗当中呢 就是心和智慧方面 也是分的比较多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无学道的智慧 无学道的心 就是实际上是 也是应该这个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里面的这个心呢 是无路的心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名词上呢 就是有时候这个 密宗当中也是是这样的 这个心和智慧呢 就是当然这个 一般来说智慧的话呢 就是是无路清净的 这个用法 但是凡夫人的 也可以叫这个智慧 因此在名词呢 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氛围呢 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用法 就是我们也不能认为 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心呢 就是全部是不清净的话呢 也不一定的 比如说这个大圆满的这个菩提心 菩提心的话呢 就是有两种这个解释方法 我们大乘当中呢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呢 就是叫做是菩提心 然后将那个 就是将这个 比如说世相宝藏论啊 或者是容颂般智达的这个 这个摄大乘论就是 如大乘论 如大乘论的时候呢 就是菩提心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呢 就是真正是这个 人是这个 人是这个本性 就是人是本性 时候呢 就是出现一种这个智慧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叫做这个菩提心 因此我们如果以后 这个学习这个七宝藏吧 就是七宝藏的 这个法界宝藏论啊 法界宝藏论啊 或者是那个 就世相宝藏论啊 或者呢 就是这个学习 这个容颂般智达的 这些这个密法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这个出现 这个菩提心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心呢 就实际上是 并不是我们这个 具有能去所取的 这个反复的心 就是应该呢 就是是具有这个 就是远离二边的 远离二边的这种这个觉心 就是在密宗当中 也叫觉心 因此在小乘当中也是 有时候这个 这个有学道的心 无学道的心呢 实际上是指的是 这个无路的智慧 就这些概念呢 虽然是有些这个 这个名词 但是有些我们名词上面 没有动到的话呢 就是先依靠文字 就是了知这个名 就是然后这个依靠名呢 就是了知这个句子 就这个还是这个 至关重要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心 也是这个无学道的心呢 就是实际上是阿罗汉的这个心 阿罗汉的心也是 按照这个小乘自重 也是认为是 应该是这个远离二趣的这种 这个远离这个二趣的这种心吧 就是远离 这种认为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上宗派呢 就是认为他们的这个心 就是究不究竟 就是有几种这个说法 这以上 就是十二心的等物见缘 就是一旋说万别 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分析二十种心 就是分析这个二十种心 本来这个上面有十二种心吧 实际上呢 就是你十二种心呢 就是如果再详细分的话呢 就是可以有这个二十种这个心 十二心也分为二十 就是十二心呢 就是可以分为这个二十心 神与三界分二心 举神加行至三心 就是那么我们这个 就前面不是讲这个三界的 这个所有的有路无路的心呢 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十二种 这个心当中 那么现在呢就是转生造这个三界的 原来不是这个三界当中有这个三心吧 就是三心就是 那么这个三心呢 就是可以分的 分什么呢 就是生于三界的时候呢 这个三心呢 就是分那个加行三和那个聚生三 这样的话呢 就是原来有一个这个三嘛 原来这个三呢 就是分为两个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就是在上面 可以这个加这个三种心 就是原来的三种心上面呢 就是生于三界的两种心 就是三种心就加上的话呢 就是总共就是十五种心 就是十五种心 然后呢就是在余界当中 就是有四种心 就是余界当中这个余佛无极法呢 就是有四种心 就是那四种心呢 他这里说 这个许一殊胜为一心 就是许这个一殊胜和为一心 还有这个功巧心和华心 就是功巧心 华心 华心也可以 华心一般同用吧 就是唐僧也是就是经常用这个华心 这样的话呢 就是原来我们那个 就是余界当中呢 就是只有一个这个无福无极法 现在这个无福无极法呢 就是从那个十二种心当中就是拿出来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 就是加上的话呢 就是原来那个 这个这样的话 它本身就是不算法 本身原来也是这个有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中共这个十八种心 就是十八种心 就是这个算法肯定你们也懂吧 就是他那个比如说是无福无极心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就是他原来就是算这个一个吧 就是现在这个就不算了 就是必须要拿出来 然后呢就是再加上那个四个 就是再加上这个四个的话呢 就是已经这个十八种心了 就是然后这个色界的色界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 这个出公巧心就是公巧心呢就是它这里这个初开的 因为那个色界当中呢就是一般是 就是像我们这个世间一样的就是像公巧学的这种心呢就是是没有的 就是公巧学的心是没有的就是色界的这个所有的无量宫殿呢 所有的这些衣服啊就是自然安称的就是不用这个 这个我今天是打一个袈裟就是然后我今天就是做个什么什么衣服啊 就这种现象也是是没有的 然后今天呢就是造一个木匠 今天呢就是造那个施工就是然后跟木匠这个大家吵架的现象也是在色界当中是没有的就是 所以呢色界当中就是自己啊这个像修一间房子的话呢就是一一座椅的话呢就是马上这个石头枪呢就是就起起来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呃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门啊什么这个呃窗户啊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需要就是到处去这个 然后办数据啊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麻烦就是所以呢就是一般这些那个打工的人呢就是几乎在色界当中是没有 打工的人没有的话呢就是骗人的现象也没有 没有骗人的现象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说与他那个那个吵架呢也没有的 大家更不用说了 然后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呃就是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上书 呃十二行也可以分为就二十种行就是分为二十行 那么是如何分的呢 啊三界当中会这个这个这个以前转身到何处 也居身 呃 居身来的这个这个居身三就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三界当中不管是这个欲界还是色界 然后当你这个转身到那里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这个居身三居身呢 居身三行的话呢就是到了那个中阴的中游的时候呢会这个出现的 呃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这个本来这个这个具有的这种这种这个三根吧就是具有的这种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三根的话呢 呃比如说我们这个从一个欲界的众生呢转身到色界 转身到色界的时候当他他到了这个中阴的时候呢 他那个色界的这个这个居身三呢就是会这个出现的 就是居身三呢就是会出现的 就是他这个这个就是就刚才就是讲了就是他那个呃就来到了这个这个 这个荷处吧就是你转身到这个荷处的时候呢就是当他那个 嗯应该我们这个下面可能还在讲那个呃 他这个这个这个巨身三呢就是这个出现的 然后关在这个关在这个先前得损本体的加行三就是 然后你到了那个啊到了那个色界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这种三根和加星三 也会出现的 这一界当中的加星三会出现的 这样的话三界各有两种 这样以来 刚才十二信加上前面三信 不是分了三个 这样以来的话 中共有十五种信 就有十五种信 若想只有这十五种信 不是还有不关待师父亲作的 有义俗因自然而生的信 也就是说 如实举任何义者均可 它是所缘是六经 然后再加上 那么是不是这十五信 不了这个十五信 还有哪些 我们作为欲解 它这里讲义里面不是很明显 意思就是说是欲解的众生 作为欲解的众生而言 在上面可以加上什么呢 加上五乎无忌的四个信 五乎无忌的四个信的话 原来的信应该拿出来 不然的话分级不行的 因此这个加上五乎无忌信 五乎无忌信里面有一个叫做 一属信 一属神的信 一属神的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前世 自己有这个 不管是自己的做善业 或者是做恶业 就是以前的这种 这个艺术的这种果报 就是现在产生的一种这个性格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还是这个性格非常好 有些人呢 就是性格不好 就是但是他这个呢 就是并不是如今 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呢 就是去故意这个制造的 就是他有性格 有他的这种特点 就是这叫做是一属神的信 就是因此呢 这个一属神的信 如果我们分的话呢 当然是这个有路居 路居当中的哪一个 也是可以属于在这个 一属神的这个信当中 就是延世也好 二属 必属也好 一属也好 就这些的 实际上是这些的来源呢 就是愿这个外境的 这个色神相为处 依靠这个流界而产生的 就是所以这个呢 就是叫做是路属居的这个信 就是这叫做是一属神的信 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呢 就是无福无忌信呢 就是分为这个四个吧 就是分为四个 然后同样的愿外境者 作点等 与自己的肢体者相为处 与唯一的唯一心 就是还有这个唯一心 就是再加上这个唯一的信 那么这个唯一的信呢 就指的是这个愿外境的 这个什么这个作点啊 房屋啊 就是自己的这个 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是 哎 我这个是我的作点 这个是我的房屋 这个是我的什么什么 就是这些这个想法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唯一心 就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 就是这是我的这个身体啊 依靠这个自己的身体 自己就是获得一些这个处决啊 胃啊 就等等 就是这些这个数据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唯一心 就是唯一心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信主作的 这个一些这个 就也不是三心 也不是恶心 凡是有时候呢 我们很多人都可能在这个唯一的这个 这个心的状态当中吧 就是大家呢 就是心里面也生不起什么这个好心 也生不起什么这个嗔恨心 凡是你喝着茶啊 就是一直这样坐着的话呢 就是迷迷糊糊当中 就是一下午都可以这个过下去了 就是那么这就要叫做是这个唯一心 就是唯一心 就是唯一心呢 就是也是无乎无极 这个心当中是这一的 然后远色等对境的供巧心呢 就是远这个色等这个对境的这个供巧心 就是他有这个四种 包括远 就是他是远色等供巧心 就是这是那个色相位处 就是他有四种吧 就是这个远色等这个对境的供巧心呢 就是他有这个四种 就是远这个相啊 远位啊 远处啊 就是凡是那个对这个相位处的这个供巧的这个心呢 就是都可以这样分的 还有呢就是包括这个远色 远神血的供巧而分的心 就是刚才那个一般来说是这个相位处吧 就是然后就是如果有这个项 呃呃 神相的话呢 这个是那个就是叫做供巧心 就是供巧心的话呢 就是一般就是远这个相位处的就是 都有 愿香味出的 也有可能是我们 比如说色法方面 这个功效性也是有着 然后身影方面也是 这个功效性应该是有的 还有愿味 我们所作很多 有些是为了色法 美观 有些为了味道很好 有些凡是世间的 这个功效学当中 都是为了外面的无尽 如果有身影的话 包括无尽 包括无尽的这种功效性 这叫做功效性 然后愿色等对境者 化性 化性 化性的话 也是是愿色 香 味 粗等等 这些也出现化化性 在我们语解的时候 依靠色界的这种性 来显示身边 化各种各样的 相为粗的一些作用 或者是自己享用香味粗等等 所以这叫做化性 其实化性的本性 也不是善 也不是恶 它也是一种无极的状态 因此作为欲解的心态来讲 无福无极法可以分这四种 因此我们前面有些时候 居世论是这样的 前面不太清楚的 后面就开始讲出来了 有些后面不太清楚的 前面已经讲过了 只要前前后后全部好好看的话 可能里面有很多名词 比如说我们前面 什么叫做有福无极心 也根本不懂有点到底什么 然后学了学了 最后知道上面的烦恼 全部叫做有福无极心 然后欲解当中只有两种有福无极心 前面我们刚遇到无福无极心的时候 到底是无福无极心是什么 现在这些无福无极心 知道吃吃喝喝的话 实际上并不是对解脱很有障碍 所以叫做无福 为什么是无极呢 也不是散也不是恶 那么这个分的话有多少呢 就是有四种 华心 耶稣 神 还有现在这里面讲的公较心和 现在的我就想不起来 然后这四种就是唯一心 加上唯一心 所以这四种心叫做无福无极心 因此刚才原来是十二心分的时候 就是无福无极心是只有一个心态 就是没有这个详细分 现在就是在这里就是分二十种心的时候呢 就是无福无极心也是这个分的 因此这些呢 大家还是尽量的这个能懂得吧 比如说你的这个考试听里面呢 就是有个什么是这个二十种 这个十二种心是哪些 然后再分这个二十心的话呢 就是是哪些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懂得内容的时候呢 就是原来这个三界的心和五路的这个两种心 就是加上呢 然后我这个三心呢 就是分这个加心和这个 这个具身就是这个也是从这个三界当中分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无福无极心 欲界的这个无福无极心呢 就是可以分这个四种 然后这个色界的话呢 就是公较心是没有的 就是其他的这个三种无福无极心呢 还是在这个色界的时候也是有的 就是公较心没有的话呢 其他的这个四种三种心呢 就是都有的 这样的话它这里呢 就是如是欲界中的无福无极心 可分为四种 如此便有十八种心 就是刚才这个十五种吧 十五种上面的话呢 就是原来那个无福无极心 就是开始这个拿出来 然后分的话呢 就是已经这个原来的这个无福无极心呢 就拿出来的时候都是它已经十四种了 就是然后再上面就是加上那个 就是四种这个无福无极心的话呢 就是已经这个十八种了 就是这个分法你们也肯定懂吧 那么就是只有这个这十八种心吗 那么是不是只有这十八种心呢 不是就是色界这个除了公较心以外 其他的三种无福无极心 之所以呢就是无有这个公较心 是由于色界的诸所 以及这个字句呢 就是都严理清作的 就是它不用这个 我们这个师父的一些这个清作呢 也是是不用的 这这样的话呢 就是前面的我们这种这个三心 三心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讲那个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分呢 就是有些这个聚生三呢 就是在死的时候呢 就是在死的时候呢 为什么是聚生三和这个加性三这样分呢 一般那个死的时候呢 就是只有在这个聚生三方面就是死的 如果这个四心三心的话呢 就是聚生三方面这个上面就是死的 然后这个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聚生三上面就是不能入定的 就是应该是这个加性三方面就是加性三上面这个入定了 也有这种这个情况 还有呢就是在死的时候 四中唯一当中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异素生 异素生上面呢就是可以这个死的就是唯一性 那么其他的这个华性上死啊 就是这个华性这个上啊 然后这个功效性上这个死亡啊 就是这种也是是不可能这个实现的 因此你的这个死心啊 有时候这个身心啊 这些方面都不同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就是分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而且他那个有些呢 就是这个幻化性呢就是存在的 有些呢就是这个无福无极法呢 就是不存在 比如说我们这个四种这个无福无极心的话呢 就是有些地方呢 就是这三种的这个存在 四种都存在 有些呢就是在这个四种里面 就是只有一种这个存在 就是就像这个异素性的这个死呢 就是在死的时候 只要无福无极心的时候呢 只有异素性上面就是死的 并不是用这个其他的功效性啊 化性啊 这些方面也是不能这个死的 因此为什么这样分呢 就是原因是这样的 无色戒 无色戒呢就是只有这个 异素性一个无福无极心 就是因此这个其他的这个心呢没有了 就是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没有分 在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刚才那个 这个十八种心上面呢 就是把这个原来的那个色戒的 无福无极心呢 就是开始这个拿出来 然后就是把它分为三个再加上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二十种了 就是二十种 这个分法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大家算的时候是应该清楚吧 就是这个都是 下面这个观察十二心当中 何者得心得 就是下面这个 我们这个也讲一些得损吧 就是讲一些这个得损 那么十二种心下面呢 就是二十心当中没有分 就是下面这个十二种心当中呢 就是哪些心是这个心得的 就是他的这个得损呢 就是出现的 哪些心是心得呢 就讲这个问题 三戒烦恼心之心呢 六心六心呢 二心得就是 他说这个我们这个欲戒 舍戒 无舍戒的这个烦恼心吧 就是烦恼心 所有的这些烦恼心就是得到的时候呢 就是舍戒和欲戒的时候呢 就是六心六心得到的 比如说欲戒的一个烦恼现前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时候呢 就是六种心就是重新获得的 然后舍戒的一个烦恼心现前的时候呢 舍戒的烦恼心就是这个有福无极心嘛 有福无极心现前的时候呢 就是六种心呢 就是重新获得的 无舍戒的这个烦恼心 这个现前的时候呢 就是两种心就是获得的 就是他这里这个三戒烦恼心 这个六心六心 这个二心得 然后转生舍戒三心的就是 然后转生到这个舍戒的三心 刚才是烦恼心 现在是善心 转生到舍戒的时候 你的这种善心呢 就是三种心获得的 有些的话呢 就是有些的这个心呢 就是四心获得的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其他这个心呢 他这里面就是三戒的烦恼心讲了 舍戒的这个善心讲了 然后有些的这个心讲了 那么其他的三戒的烦恼心 然后饿恼心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里面讲了这个五个心吧 这个五个心以外的 这些心的话呢 就是那么 他就只有这个本身的这个得损以外呢 就是没有这个心的其他的这个 欲本身就是欲本身的话呢 就是其他的这些心吧 我们这个十二种心当中 就是这里面这个三戒的烦恼心 和舍戒的三心 然后有些的这个心吧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这些心呢 只有这个本身就是获得 他获得的时候 就是他的这个得损 就是其他呢 就是没有这个 前面这个有不宗所承认的这些得损 就是是没有的 只有这个他的得损 因此他这里面的 这个十二种心的这个心得呢 就是只有有不宗的这个承认 然后就前面我们这个分十二种心 还有那个十二种心呢 就是我们就是昨天这个所讲的 就是他们复为做等无奸缘的 这些概念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有不宗也可以承认 禁不宗也可以承认 还有呢就是 乃至我们这个中观派的话呢 就是都可以这个承认的 就是这些心呢 就是做三戒当中的等无奸缘 然后产生多少心呢 这些概念是没有什么不承认的 就是确实道理上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这里面就是讲这个心得的这些问题 心得的这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就是所谓的这个得损呢 就是一般来说是有不宗的 这个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观点 其他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这个 讲罗特王伯也讲了 就是阿瑟尼 什么这个阿瑟尼是不承认的 就是前面也是讲了 就是所以一般这个有不宗 以上的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承认 那么他们的这种观点的说法 就是下面是怎么样分析的呢 若问先前十二心任何一心是 就是先前这个十二心的任何一心的时候呢 有几心是信得的 就是有几个心是重新就是得到的 比如说这个十二种心当中是任何一个心呢 就是当它出现的时候呢 有没有这个信得的 就是当然这个信的这个概念的话呢 我前面讲的一样就是就是这个 他们认为这个这种得损就是得损这个引起来的 所以呢这个信的呢 一般我们这个心里面想的话呢 就是这种信的产生呢 就可能这个不好这个理解的 就是有不宗 以上的这个宗派的话呢 就是这一点就是不是很好理解的 下面就是说三界的烦恼心 烦恼心心中 就是三界的这个烦恼心当中 就是三界都有 昨天我们十二十星分的时候 也是这个三界都有这个烦恼心吧 就是烦恼心是有的 不三心呢 就是三界当中是不一定有的 就是只有这个愚界就是才有这个不三心 就是但是这个烦恼心的话呢 就是它这里这个有福无济法 就是有福无济的心 就是所以这个三界的烦恼心当中 愚界的这个烦恼心先前是 可有六种心重新获得 两种心呢 就是从五色戒与色戒转生到愚界时 愚界的二烦恼心和聚生三 就是从这个五色戒和色戒的众生呢 他转生到愚界的时候呢 就是愚界的两种烦恼心 也就是说是不三心和有福无济心 就是这个心呢 就是可以现前的 然后那个居生的三心呢 就是也可以现前的 就是居生三呢 就是它有这种 它意思是当你转生到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三个心的得损就是得到了 有心得吧 就是可以有这三个心的心得 就是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呢就是愚界的烦恼心是阿罗汉 退世时 就是然后这个愚界的这个阿罗汉呢 就是这个阿罗汉呢 就是原来是愚界身份的阿罗汉 然后呢就是他就生起烦恼 最后这个退世的时候呢 无色戒和色戒的这个 二这个烦恼心也现前的 就是无色戒的这个有福无济心和 色戒的这个有福无济心呢 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可以显现的 然后呢原来是他是无学的这种阿罗汉的这个心 现在的话呢就是他就变成了有学的这种心 但是这六种心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承认 这个同时产生的就是 同时不可能的就是他们有不懂也就是不认为就是 比如说阿罗汉这个退世的时候呢 无色戒和色戒的这个烦恼心和 还有呢就是有学到的这个心呢 就是这三个心的心得呢就是可以这个同时产生的 然后那个前面的这个一个众生呢就是转生到欲戒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这个欲戒的这两种烦恼心和欲戒的这个聚生三呢 就是同时可以这个得到的 所以呢就是他应该有两种这个情况就是 他并不是承认是这个这个一个众生就是退世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这个前面的这些呢就全部这个现前 就是这是他们也不承认的就是说是他是在这里面 用两种情况来这个讲的吧就是或者是这个退世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三种性的这个心得就是三种性的得损呢就是可以这个出现 这些呢就是主要是我们从这个得损方面理解 不是上前面那样就是真正用这个一例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不一定这个成立的就是不一定这个成立的就是 不一定这个成立的因为你刚才前面比如说那个那个阿罕拉西产生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聚生生到底是聚生生产生还是阿罕拉西产生呢 就这样这个通过通过等物见缘来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还是这个靠不住的就是 所以这个地方呢跟这个犹布宗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不能分开的就是一分开以后的话呢我们一例这个这个成立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恐怕有点点困难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刚才说是三界当中的欲界的性产生的时候通过流众性而得到就是这个道理已经讲了 然后这个色戒烦恼性现前是由流众性可以重新获得同样的道理就是色戒的这个烦恼性产生的时候 色戒的有乎无极性这个现前的时候呢也是通过流众性获得的 从无色戒转生到色戒失恶色戒的烦恼性也居生这个善性就是 还有呢就是二化性就是二化性是色戒的这个化性和欲界的这个化性就是两种 就是两种还有这个色戒的烦恼性 变阿罗汉就是是阿罗汉退失的时候 无色戒的烦恼性和这个游戒性呢就是获得的 其他呢就是跟那个刚才这个欲界的情况基本上是是相同的 这也是通过两种情况来讲的 比如说色戒的一个阿罗汉退失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相续当中就是可以产生了这个 无色戒的二烦恼的心态 无色戒的不是二烦恼吧无色戒的烦恼性就是只有这个烦恼性 然后呢就是有学道的烦恼性就是有学道的性 这样的话就是六种性可以重新获得 这也是跟前面一样的并不是同时获得的 就是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候呢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那个色戒的烦恼性产生的时候 它会有六种性呢就是可以重新获得的 然后就是无色戒的烦恼产生的时候呢 两种性就是重新获得的 无色戒的烦恼性现前是由二种性重新获得 即无色戒的烦恼性现前 这是一个就是阿罗汉就是阿罗汉就是阿罗汉过为这个退世的时候呢 无色戒的烦恼性与这个有学性就是无色戒自己的这种烦恼性吧 这个就可以现前原来是无色戒的时候呢 他这个烦恼就断了 然后阿罗汉就是退转的时候呢 他原来的这个无父无际心呢就是自然现前了 还有这个有学道就是阿罗汉就是一般这个退世的道理也是只有这个有伯众认为 进步一生的话呢就是他也没有这个阿罗汉这个退转退转的这种这个概念 但是有伯众认为也是他说这个退转的话呢 就像是有个蒙方伦伯奇在《智者如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他们说这样的这个圣者呢就是退转以后呢 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恢复这个原来的这个状态 就是比如说有这个一个很有这个身体很好的这个勇士 勇士的话呢他在路上绊倒的时候呢就是他绊倒的时候马上就就站起来 就是不像我们有些这个脆弱的人一样就是在泥水里面一搬到以后呢 这个水桶也是种种种种种开始滚下去了就是 然后自己呢我搬到这里了有没有人救我啊 就是一直这个在路上不会这样的就是勇士的话呢就是他稍微那个就是 就是路上这个画了也马上就恢复这个原来的状态 因此他们这个幽众认为这个退转阿罗汉呢就是是有这种这个现象 但是呢就是退转以后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 就是会这个恢复原来的这个状态就是 就是因此他在这里退转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 就是无色戒的这个阿罗汉呢就是如果这个退转的话呢 马上这个现前有乎有即兴了就是 就是还有这个原来这个游穴道的这个无奈过的这种过呢 就是马上这个现前的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一会儿呢就是 就是又开始这个恢复了就是也有这种情况 这是那个就是三戒当中的烦恼性这个产生的时候呢就是流行流行二行就是得到 就是这是三戒当中的 然后这个色戒当中转生到色戒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三行呢就是三个行就是获得到 转生色戒的三行现前是可有三行这个获得 就是转生色戒的三行三千可有三种行这个获得 就是那三种行呢就是即以一禅这个未知定远离对之欲戒的贪云是色戒的三行就是 他那个先前那个色戒的这个三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这个一禅的这个未知定 就是一禅的这个未知定还不是真正的这个正三就是 依靠这个一禅的未知定的话呢就是也是整个欲戒当中的所有的这种 就凭这个烦恼呢就是可以断除就是就凭这种烦恼呢就是可以断除 然后以世间道呢就是远离这个欲戒的贪云是二化性可以得到的 这个呢就是不需要就是获得什么那个就是预留过啊 就是不需要获得这个圣者的过位就是有些这个凡夫人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世间道呢就是可以断除 欲戒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烦恼就是像世间的一些大仙人啊就是欲戒的烦恼呢就是可以这个断除的就是他们通过这个修这种禅定 修这种禅定虽然没有证物我但是那个修道里面呢就是分两种就是下面讲就是第六品的时候呢就是 修道呢就是有真正的这个修道就像我们这个大乘的这个修道一样就是证物了这个从预留过以后呢就是继续修道就是有这样的 然后他们呢就是由一个世间的修道 世间的修道的话呢就实际上是它依靠世间的一些学问呢就是断除这个欲戒当中的这个烦恼 断除欲戒当中的烦恼但是以后呢还是这个反而这个产生的就是就是 他这里依靠世间道 依靠世间道来远离语界的 谈语的时候 就出现二种化行 语界的化行和色界的化行 所以色界的这种 三星先前的时候 有三个星重新获得的 三星获得的 这个原因 然后有些星先前的时候 四星可以星得 那些有些第一 无露事的有些星 原来是加星道 然后有些道获得了 与你见到的时候 第一个世间的无露星 也就是说是无露星 这是一个星 然后以无露道远离 对语界的贪欲舍 两种化行 这是也是初世间道 一初世间道 断出语界的所有贪欲的时候 两种语界和色界的化行 可以显现的 然后以无露道远离 对色界的贪欲舍 无色界的三星 也可以显现的 就是无色界的三星 这样的话 一般转生到色界的众生 他可以先前三种星 三种星重新获得的 有学道 有学道的话应该是分开的 然后有学道通过三种星获得的 四种星获得的 心得 有四种星的心得 然后圣语的六星 圣语的六星也就是说 欲界 无色界的三星 然后无学心 三界的无福无济心 更平时中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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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